石门区间路里本来有一处山脚新占地相当大的公园 不过之前却传出地主要收回土地 因此公所也加紧寻找可以搬迁的地点 现在公园也在距离旧公园不到50公尺处重新启用 愉快去看看 石门区间路里内的幸福公园 原本在土地公庙的这一侧占地相当广大 是附近居民散步休憩的好地方 不过日前也传出该土地即将要归还给地主 幸福公园也面临要搬迁的命运 索性在公所积极寻找土地 并将原本设施留下在火化利用之后 幸福公园在过年后也随机在旧址对面 越50公尺处的路边继续来为民服务 本地在那里对吗 本地在那里对 现在本来这里有更方便吗 同样也没差 每天都会外出遛狗的黎明说 搬迁到对面不算太远 虽然占地小了许多 不过器材与绿地都还是一样的好用 还有学生放学之后也都会来到幸福公园 玩游戏与器材 排除一整天上课下来的疲劳与压力 原本在监路这边有一个幸福公园 那但是它因为是私人地无常提供使用 那因为使用介满原地主有其他用途 所以我们那边就必须要拆除 那因为这边的公园里面有一些体健设施 那附近一些民众也都会常常来使用 来做健身运动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这个杂乱地 我们就另外把它整理起来 利用原本幸福公园现有的一些石板石材等等 我们重新把它铺设 就是弄成一个新的幸福小公园 那我们一样也设置了一些体健设施 那让原本的民众还是可以继续的来使用来健身 那希望让这边的生活品质还是可以更好 词文区上表示 其实幸福公园可以那么迅速就搬迁启用的原因 有很大的因素 是将原本公园里的植栽花卉前一步距 还有原本公园里的石板也历久不衰 秉持着不浪费要活化利用 因此再度搬来新公园使用 唯独旧有的运动器材已经不复使用再重新填购 就是要重启幸福公园 要让居民都倍感幸福 记得大平坦时门采访报导